受新冠肺炎影响,中国大部分大学生都要延期返校 在漫长的假期里,各所高校的苏管阿姨却没闲着 晾晒被子,寄送物品,打扫卫生 他们把分外的事情变成了常规的工作 记者近日在吉林大学获悉 放寒假时,有一位同学在回家前把一只陪伴自己多年的小乌龟留在了宿舍 不料假期一言再言,迟迟等不到开学的消息 他只好求助苏管阿姨帮忙 幸运的是,苏管阿姨在了解情况后非常理解 对这只乌龟给予了精心照顾 我们本身的寝室就不一样养小乌龟 但是这个特殊,从他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买了 一直养了,现在陪他读研 冬天的时候就是给他经常换下水 他冬眠不吃东西 就从五月份开始了,开始吃东西 从冬天到夏天,李向云不仅照顾了乌龟 还帮助学生养大了两株情侣花 他那情侣花买的时候也是当时这么大 现在都养得特高 而那个小花盆承受不了了 而我给他买情侣花盆 给他又重新摘了 因为这些爱心之举 李向云也受到了学生们的仪式好评 随着吉林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经历漫长假期的大学生们也分批次陆续返校 沉寂许久的校园再次热闹起来 这样的景象让李向云感到十分高兴 疫情期间他们返不回来的时候 这大厅敬的我自己都感觉特别深 因为一个人都没有 或者你上那个院里头也是 你出去很远都找不到一个人 第一批的时候是言二言一这些回来 有项目的回来 或者从昨天开始 就是毕业生开始往回返校 特别热闹 感觉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想看到的 希望这疫情早点结束 或者孩子早点回来